匪名有鱼,其名为鲲,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,卦儿为鸟,其名为藤,藤之辈,不知其几千里也,怒而飞,其亦若垂天之云,赤鸟也,海运则将喜于南鸣,南鸣者,天池也,骑邪者,智怪者也,邪之掩曰, 鹏之喜于南鸣也,水鸡三千里,团扶鸟而上者九万里,去以六月息者也,连马也,尘埃也,生物之以西相吹也,天之苍苍,其正色也,其远而无所知己也,其世下也,亦若是得已矣,且浮水之鸡也不厚, 则其复大舟也无力,复为水于奥塘之上,则戒为之舟,赤为烟则骄,水浅而舟大也,风之鸡也不厚,则其复大意也无力,户酒万里则风思在下矣,而后乃经陪凤,备赴青天而莫之邀烟者,而后乃经将图难, 调语学揪孝之乐,我血起而飞,将渔方而止,实则不至,而空余地而移矣,其以之九万里而难为,是莽苍者,三餐而返,富有果然,是百里者,素冲良,是千里者,三月巨良, 之二重又何至,小之不及大至,小年不及大年,其以之其然也,昭君不知惠说,惠谷不知春秋,此小年也,处之难有明灵者,以五百岁为春,五百岁为秋,上古有大春者,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,此大年也,而彭祖乃今已久特闻, 众人匹之,众人匹之,不亦卑乎,汤之问及也是以,穷发之北,有明海者,天是也,抖鱼烟,其广数千里,未有知其修者,其名为昆,抖鸟烟,其名为棚,费若泰山,亦若垂天之云,团腹摇阳脚而上着九万里,绝云气,复青天,然后图难, 且是难明也,赤燕小之月,彼且昔是也,过腾跃而上,不过树刃而下,偶翔彭蒿之间,此亦非之至也,而彼且昔是也,此小大之便也, 故福智孝一官,行彼一相,得合义军,而争异国者,其自是也,亦若此矣,而宋龙子犹然孝之,且举事而欲之而不加劝,举事而非之而不加举,定乎内外之分,便乎荣辱之境,此以矣,彼其于是,未说朔然也, 虽然,有有未恕也,福列子欲丰而行,凌然善也,寻幼五日而后返,彼于智福者,未说朔然也,此虽免忽行,有有所待者也, 若福成天地之正,而欲六气之便,已由无穷者,彼且呜呼呆呆,故曰,智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, 遥让天下于许游,曰日月初矣,而绝火不息,其于光也,不亦难护,持与将矣,而游尽观,其于则也,不亦老虎。 夫子立而天下至,而我游诗之,无自是缺然,请至天下,取游曰,子至天下,天下既已至也,而我游赖子,无将为名乎。 明者,持之兵也,无将为兵乎,焦辽朝于身临,不过一智,严属隐和,不过满腹,归修乎君,于无所用天下为, 刀人虽不至刀,施若不悦,尊祖而代之矣。 千无问于连书曰,无闻言于皆于,大而无荡,绑而不凡,无经不其言,由何汉而无己也,大有敬情,不见人情焉。 连书曰,其言未何在,约渺孤舍之山,有神人居焉,几肤若冰雪,绰约若出子,不时无谷,西风引路,成云气,玉飞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,其神灵,使物不次力而年古书,无以是狂而不信也。 连书曰,然,乌者无以语乎文章之官,龙者无以语乎中古之声,岂为行海有龙王在,夫之亦有之。 赤其言也,游时女也,知人也,知德也,将磅礴万物以为一,赤其忽乱,熟必比言以天下为是。 知人也,悟莫之商,大尽积天而不逆,大汉金石流,土山焦而不热。 赤其陈肉比康,将由陶驻遥顺者也,蜀肯以物为是。 宋人滋章,府而是月,月人断发文身,无所用之。 导致天下之名,平海内之正。 网见四子妙姑舍之善,焚水之阳,了然丧其天下焉。 魏子魏庄子曰,魏王以我大户之种,我术之成而十五十。 已成水浆,其间不能自举也。 偷之以为嫖,则护落无所容。 非不萧然大也,无为其无用而考之。 庄子曰,夫子固捉于用大义。 宋人友善为不归手之要者, 事事以平辟矿为是。 客闻之,请买其方百金。 聚足而谋之曰,我事事为辟矿,不过竖金。 金一朝而玉计百金,请与之。 客得之,以说无王。 月有难,无王使之驾。 东,与月人水战,大外月人,列地而封之。 能不归手一也,或一封,或不免于辟矿,则所用之一也。 金子有五十之户,何不利为大尊而浮乎江湖,而幽其户落无所容。 则夫子有有,彭之心也赴。 贵子为庄子曰,无有大数,人为之处。 其大本雍种而不忠神木,其小之卷曲而不忠规矩。 地之徒,降者不顾。 金子之言,大而无用,众所同去也。 庄子曰,子都不见离生乎,飞身而浮,以后熬者,东西跳两,不必高下,忠于鸡辟,死于亡骨。 金夫离牛,其大若垂天之云,此能为大乙,而不能直属。 金子有大数,万其无用。 何不竖之于无和有之乡,广莫之也,彷徨乎无为其策,逍遥乎寝莫其下。 不遥金府,勿无害者,无所可用,安所困苦待。